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因鬼头刀不快 砍了15刀 才把犯人的头砍下来 这件事情最后弄得中外震惊 然而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刽子手不磨刀呢 这样下手的时候干净利索 那是因为刽子手有刽子手的规矩 他们干的是捞阴门的活 鬼头刀是专门将人送往鬼门关的刀 如果刽子手磨了 这意味着自己也离死不远了 此外 刽子手还有其他需要讲究的规矩 例如在砍完头后 在回家的路上是不能回头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 也不管是谁叫 都不能回头看 一直走到家 然后将刀放起来 让家里人用足杖轻打自己的身子 清除阴气 跨完火盆才能入睡 别忘了 这次被迷惑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